所有茶都可以熱泡 給關英文山包走 倒入燒開的熱水 頓時飄出陣陣茶香 喝一口茶湯可以去油解膩 在味蕾中擴散的茶香 清甜回甘 水耀飲問題層層爆發後 許多民眾逐漸改變習慣 乾脆自己泡茶喝 不過泡茶一定要用熱水嗎 炎熱的夏天來壺冷泡茶 讓茶汁不再那麼燙口 但也因為受限於溫度關係 花上的時間比一般熱泡茶還久 總觀來說 高山茶莊的烏龍青茶 碧羅川還有文山包種茶 都很適合冷泡 因為能保留茶葉中的兒茶樹 但在沖泡過程中 建議先沖洗一下茶葉 避免把灰塵也跟著喝下肚 比如說你晚上沖好 然後放個在外面室溫 放兩三個小時再放冰箱 如果你直接放冰箱 它很慢開 隔天就可以帶去喝 相對的傳統熱泡茶 除了適合各式茶種外 像是發酵程度比較高的普洱茶 由於生菌素與黴菌含量高 因此兼用熱水沖泡 但也因為使用熱水泡茶 咖啡因已經快速釋出 即使放冷了 茶道裡的咖啡因 並不會因此消失 得避免攝取過量 你第一泡上面有一點泡沫 你就把那個泡沫刮掉 好 第一泡刮掉 然後要喝也可以 因為第一泡水是很甜的 這種天氣冷泡茶會比較好喝 比較清爽 冷泡 因為就是夏天 夏天就喝起來這樣比較清爽 無論冷泡還是熱泡 柴臺裡豐富的抗氧化劑 都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但別忘了睡前少喝茶 免得失眠和貧尿困擾 早上升 記者正人中 謝偉 新北市蔡邦報導 好